折擊全港其中一間 最繁忙的急症室, 馬麗醫院 有一個40歲的男性病人, 休克 有病人送到救護車開始 我的血管都差到 這裡有水管 面對昏迷的病人 急症室醫生如何搶救 你來到醫院, 睜大眼睛看看行不行 全程折擊, 急症室醫生的一天 醫生不只一份工 電視劇的急症室驚險刺激 一個病人忽然幻想急症, 隨時會死 送到這裡, 電視劇的醫生 用盡千方百計 最後將病人起死回生 現實的急症室 跟心臟科、胸肺科一樣 是醫院的一個專科 真正的急症室醫生是醫院的偵探 只是憑細微的病徵 他們就要分得出病人究竟患了什麼病 一位真正的急症室醫生 不用按照三十六小時 他們一家只要回九小時 但是守護生命的工作 一樣是爭分奪秒 我們去了其中一間 全香港最繁忙的馬例醫院急症室 最終一位急症室醫生的工作 在九小時裡, 究竟他做了什麼呢? 馬例醫院急症室副顧問醫生鍾浩賢 開始他一天的工作 拿回自己的大小的身體 急症室醫生, 每間只剩九小時 鍾浩賢今天的工作本已由八點鐘開始 裡面已經有急症室醫生 今天早上我們有九個醫生上班 應該有十個護士 不如我們去看看那個危急病人 早上7時52分 眾醫生還未正式當席 就要立刻去照顧一個危急病人 那個病人, 他今天早上六時多 突然胸口痛得很厲害 例如氣喘, 另外吸冷汗之類 急症有時很難立刻找到一個原病人 我們要首先令病人維持生命 不要死, 靠就靠什麼呢? 靠就靠我們所謂的急症的ABC A就是Airway, 氣度B就是Breathing 呼吸, C就是Circulation 血液循環等方面的東西 病人的氣度有問題 我們會幫病人插口 如果呼吸有問題, 我們會給他氧氣 或者用呼吸器幫他呼吸 如果一個循環系統有問題 我們會給掉鹽水 令他血格升高 又或者我們知道病人在出血 流了很多血, 我們可能要給他輸血 我們做好這三種東西 做好急症的ABC之後 我們才可以慢慢繼續下去 嘗試找病人的病因出來 另外一件事, 我們會幫他找出確切的病因 他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其實這種病在香港很常見 大約有四分一的病人 在未來到醫院之前已經死了 其實這個病人算是幸運的 他可以很早來到醫院 我們醫生很早發覺到他有這種問題 而且很快地給他一些藥渠 病人上了我們心臟科的監察病房 下一步他要做的事是通波仔 通波仔是心臟科醫生負責的事 未正式當席 鍾浩然已經成功搶救第一個病人 其實都沒有說我按不按理 我們沒有計算的 最主要是急症室的人手很有限 不可以默守成規 一定要何時上班才開始工作 正常來說,我們剛上班時 有些吃早餐的時間 不過回來的時候 看了一個心肌梗塞的病人 所以那段時間過了,沒有早餐吃了 處理完緊急的病人 中醫生就要去看 其他沒那麼嚴重的病人 你看到這裡 就是我們把病人分為不同的類別 第三類是緊急的病人 第四類是刺緊急的 第五類是非緊急的 你看到為何會沒有一類二類的病人 因為那些基本上不是很需要等 很快就已經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不會另外有一個這樣的器具 去裝著這種卡 沒那麼嚴重的 那些第四類、第五類的病人 就會在這種診症室內看 沒有位置,想看也看不到 診症的地方 就是一格格的診療室 等了五分鐘,診療室終於有位 拿到病人的牌板 我們就會用咪咪去叫病人進來 請到一號位 到來之後坐下來 跟我們說有甚麼病 逐個逐個看 你本身有甚麼大病嗎 有需要的話 我們除了跟他做身體檢查之外 也會跟他做一些簡單的檢查 檢查清楚,沒事的就可以回家 有事的就看看 但要不需要留在醫院裏面治療 同一時間 急症室收到一個緊急救護車電話 我們剛剛收到十字車的報告 就說有一個四十歲的男性病人 腸胃大量出血,現在在休克 所以就上來了 所以他們很早就通知我們 我們正在做一些準備的工作 病人將會在我們的急救房處理 可能是這部,不知道是不是這部 分流的護士知道這是第一類危台的病人 或者第二類危急的病人 他們就會叫咪 他們會把這些病人直接送到急救房 其他的醫生、護士 聽到這些廣播之後 就會主動自己走進急救房裡 嘔和嘔,人一直都醒來 一直醒來,OK 有肝病,剛剛治療了肚臉 自己報警還是什麼? 自己報警 血壓很低 血壓很低,好,先過床 這間搶救室 大約每天用十次左右 通常進來這個搶救室的病人 都是最嚴重的病人 每逢急症室接到危急的病人 就會送到這個搶救室 俗稱R房 病人是肝硬化的病人 血管都差到 肝硬化會有很嚴重的出血病發症 當值未夠兩小時 鍾浩然就要搶救最高級別 危殆的病人 他不至於馬上有生命危險 但情況很危險 你伸出舌頭給他看看 張開眼睛 說來說,我們都要穩定了三件事 氣度、呼吸和循環系統 呼嘗… 對於這個病人來說 氣度和呼吸應該沒甚麼問題 所以姑娘幫她穩定循環系統 按下肚子會痛嗎 對…這裡有血壓 我們要盡快給他水 把血壓高 有需要的,我們可能會給他一些血 吃到的血管腫了、脹了 這樣很容易會出血 給他一點養具 我們蓋上被子,不要凍傷它 我想跟你說一聲,你正在休克 因為吐得太多血,吐得太多血 休克的意思不是人要暈倒才叫休克 其實血壓很低 人的神智有點迷糊,應該是休克 你還有沒有作嘔的感覺嗎 沒有 作嘔就沒有了 急著… 經過一輪搶救,病人情況穩定 仲浩然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要確定病人患了甚麼病 這裡是照X缸 照X缸的原因是因為他吐得很厲害 吃煙喝酒也有,是嗎 喝酒 已經架了,是嗎 如果吞了吐吐物在肺上 會引致很嚴重的吸入性肺炎 我們剛才跟他看過這件事 他就沒有這種病發症 本來他已經有肝臟問題 因為他喝酒喝得太多 令肝壞了 其實他三天前才在這間院出院 那次入院跟今天的情況一模一樣 我想跟他在大腿抽血 儘快做一做檢查 所以我要診斷一個病人 有甚麼病因,病歷很重要 一方面病人可以告訴我們 說出來的東西是… 第二方面我們透過醫院的電子病歷 可以看見他上次入院是甚麼事 你好,我是Alan醫中醫生 面對危急病人,急症室醫生 最重要是令他們脫離生命危險 薯薯,進來 好 要治好病,就要靠不同專科 病人會去外科病房 上到外科病房之後 才慢慢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現在暫時沒有狗 應該是在那附近 你說你確實在哪裡 要再做一次 經過鍾浩賢和外科醫生的回診 決定病人需要進一步的治療 很多危急的病人來到急症室 需要急救的時候 第一批看他的醫生就是我們 真的可以改變生命進程的醫生 就是我們 一會兒 急症室接收了一個完全沒有反應的病人 醫生會怎麼做呢 中午12點,急症室的等候區坐滿病人 非緊急病人輪候時間,需要兩個小時 急症室有兩個封鎖的方法 其中一個大約中午,特別比較多人 另一個點是通常晚上吃飯時間 所以現在的等候時間 到兩個小時都很正常 公立醫院急症室 出了名便宜、靚、正 病人每次只需付100元 就可以得到世界級的治療 醫院急症室無時無刻逼滿病人 像馬麗醫院一樣 就曾經試過一天有最多超過400個病人來求診 即是說每三分多鐘 馬麗急症室就有一個新症 幸好,急症室裡面不只有一位醫生 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就有九位醫生當席 初級醫生負責照顧病情較輕的病人 資深醫生,就像鍾浩賢醫生 就負責搶救最危急的重症 到底哪些病人比較危急 哪些病人需要先醫治呢 責任就交給分流站 為何急症室要分流呢 就是因為每天都有很多病人來看醫生 我們也要根據病人的危急情況 來分他們先後次序來看醫生 全港的急症室都是由分流站護士 根據既定的標準 去評估病人接受診斷的先後次序 分第一至第五級 第一級是極度危險,需要立即搶救 第二級通常會在十五分鐘之內得到急救 第三級一般會在半個小時內得到診治 至於第四和第五級的診治時間 就要視乎當時急症室是否很繁忙 我們馬利益急症室 大約每一天看的病人 會是三百至四百個之間 每一天大約有二百多個 是不太急的病人 咬柴、傷風感冒,所以甚麼都有 也因為這樣,經常有人投訴 去急症室求診要等很久 其實我們不是特別想不看他們 只不過因為人手不足 我們不可以先看一些很不嚴重的病人 這些病人等久就會來吵,投訴 你想像一下,有五個家人 同時來到急症室 有一個是危態,沒有心跳 有一個是第二類,危急的 血壓很低,現在正在吐血 第三個是緊急的病人 現在他流血,被人插了一刀,流血 第四個是傷風感冒,刺緊急 第五個是濕疹,五個月都醫不好 現在來想看 我會問他,你究竟想我看哪個病人 當你明白,你想我看你沒有心跳的家人 你就知道,如果你是傷風感冒的人 你要等一等 我覺得這個方法 對於一些肯說道理的病人來說 是有效的 鍾浩然是急症室的副顧問醫生 除了自己要體症之外 還要解決其他初級醫生面對的問題 今天他還要照顧由其他地方 來學醫的實習生 我在澳洲里斯本讀醫 我這次回來香港 想找美醫院A&E 想跟医生看多些學生 多些東西 那他不是真的有症疹 他只是在這裡一個星期 但已經感受到香港急症室的壓力 從澳洲比較,這裡會有很多人 很忙,特別是忙的時候 真的忙,是不能頂我 那邊不會見到 對於這位來自澳洲的實習生來說 在中浩營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有甚麼突發事件 就要保持冷靜 如果好,如果你緊張 你也盡量 有病人,你家人也不擔心 急症室醫生最需要的是甚麼 是決斷能力 對事情的洞察能力 因為很多病人來到急症室 他完全無法告訴我們 他有甚麼問題 急症室醫生需要跟病人做身體檢查 在一些很微小的蛛絲馬跡中 找到病的精潔在哪裡 當我們很快找到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思維 繼續做下去 剛才我們收到十字汽車的報告 有另一個緊急的病人來 那個病人有發揚跳抽筋的病歷 剛才在街上抽筋 現在昏迷了 在等候的空檔 仲浩營竟然抽時間去多看證 因為急症室的人手真的不足夠 我還未來到 即使現在停手也沒甚麼用 接著,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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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病人持續抽筋, 手腳完全不動 看看這個有多嚴重 他在吐, 這個可能要刮刮 他有吐, 看他的樣子好像… 有多嚴重, 有多嚴重 有多嚴重, 有多嚴重 有多嚴重 怎麼樣?發生甚麼事? 等等 是, 怎麼樣? 女士剛才2時10時左右 在石環地鐵站在那裡抽筋 是, 他總共抽了幾次, 你知道嗎 其實持續, 一直停幾秒 然後再停, 停幾秒 即是你們到達都在抽筋? 是, 沒錯 2時10時? 是, 2時10時 現在3時… 他本身有抽筋的病歷 正常來說, 抽筋抽三、四分鐘 通常會自己停 但這個病人抽了超過半小時 這是我們定義為最嚴重的抽筋病症 這種抽筋可以令人有生命的危險 可以因為他抽筋, 但不能呼吸 令他有永久性的腦部損傷 或者因為不能呼吸 令他的心臟會停頓 2時10時就已經抽, 一直抽 小姐, 睜開眼睛看看行不行 無論醫生怎麼叫他都毫無反應 病人呼吸困難, 情況極度危急 要馬上送去搶救室 行了, 我們去… 去R房, 保留他 到現在醒不見 他跟朋友原本出去逛街 好 那就逛街, 到地鐵站那裡 突然又出去了 他朋友有沒有來? 其實他很危險 是嗎? 我們待會跟他插一條氣喉 進入搶救室的第一件事 是要令病人有回息 可以嗎? 3 好 仲浩然希望注射藥物 去穩定病人情況 我們要那個眼鏡 看看有沒有症狀 可以了, 現在很緊 小姐, 你來到醫院了? 睜開眼睛看看 但是病人手上的血管非常難找 他們想打針也打不到 三分 不要緊, 慢慢來, 慢慢嘗 一定會成功 這個一定可以 是, 一定會成功 幾經辛苦 終於成功在小腿找到一條血管 可以進入針 我看了, 高分了一點 他懂得動, 現在五分 由於注射成功 病人終於恢復意識 小姐, 你來到醫院了 你舉高手給我看看 舉高手給我看看, 行嗎 好 Bota六分, 現在全開了 這種病人 如果他在街上一直抽 沒有人幫他 他真的會抽中了風,變植物人 但他來到醫院, 要我們幫他 我們馬上下藥, 懂得保護他 很多時候我們會救他 現在他醒來不用怕 醒來不用貼貝 而且我們也透過病歷 找到出來 為何他無端端抽筋抽得這麼嚴重 因為病人在兩個星期前 突然自己停了 或者減少了吃他的抽筋藥 通常吃抽筋藥 不能突然停 突然停會令他抽筋抽得很嚴重 你知不知道你為何會來醫院 不知道 經過大概三十分鐘搶救 病人又昏迷變成鬚醒 又危急變成安全 之後送上病房接受進一步治療 而鍾浩然終於鬆一口氣 好, 真是心力夠了 我會了解 你不小心 , 你喜歡 你也不知道 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